欠钱不还!小彬彬被爆击欠15万电租率催不缴!杠上房东,她逼我签两年本票! 小彬彬、温兆宇,近年仙士和妻子陈亦军闹离婚登场媒体版面,经营的羊肉炉店又惨淡收场,在心灰意冷之际,有幸获得了南部知名烧烤店老板出手相救,重新开张彬彬彬彬在柜烧烤,人生仿佛云霄飞车。 而就在大家以为她终于走出谷底时,却再次被爆料已经击欠三个半月的房租,惊呆众人。 根据ETTD报道,小彬彬在中山区经营的烧烤店被房东贴公告,指出曾经多次向小彬彬催缴房租,但她都不肯佼佼,向她反映未果,才除此下策。 公告中还表示,如果不出面解决,就要放到爆料公社。除此之外,房东还要其他人注意死号人物,认为小彬彬还有可能会浪费诉讼资源。 对此,小彬彬则表示,她没有看到房东那张公告,更不曾积欠三个半月房租,只有欠一个月。 她甚至控诉房东,一开始就要她签本票两年,沟通后才改成押金三个月。 她说,本来就朝收押金就是违法的,有这种事吗? 小彬彬还说,房东当初收了三个月的押金,少缴的那一个月房租,应该是要从押金里扣。 她认为这件事是误会,因为房东本身就是一名律师,前两个月还到烧烤店内关心营业状况,她说,当时我跟她讲说,房租完几天脚可不可以,她都说没问题。 另外小彬彬认为,房东有时应该直接找她沟通,而不是用公告或是爆料的方式处理。 她最后霸气回复,没什么好协调的,就让她去报吧。如果真的要她搬走,她也可以不租。 不过小编觉得,既然选择租下,就表示同意对方的条件了吧。那是不是乖乖缴房租比较好呢?你们怎么看? 参考来源